本经一开端就教导我们 修行的总纲灵总缘子 上乎你三叶 那一句比什么都重要 下乎三叶 你看看佛陀的慈悲 佛陀教导我们的善巧 我们通常在经教里面看到三叶了 都讲生口意 都是讲这个顺序 生口意 但是无量寿经上不是这个顺序 第一句是口意 善乎口意不及他过 我们有没有做到 鸡是封刺别人 顾是说别人故事 头一句就是讲的对 善乎口意 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不是还是喜欢 封刺别人的故事 还是喜欢说别人的故事 这叫造一夜 这样的人念佛 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往生 绝对不是说 你每天念多少佛号 就能往生 念的再多 一天念十万生佛号 念二十万生佛号 古来祖师大德 说得好啊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寒破喉咙 也往亂 不能往生 什么条件能往生呢 心尽则浮屠静 心底清净 再也清净 他一天念一生佛号 他就能往生 他不念 眼睛往生 为什么呢 他不念是口不念的 他的心完全跟 阿弥陀佛一样 心性相应 他怎么不能往生 我们凡夫一天 都要念阿弥陀佛 是训练 练习 要把心念到清净 心念到清净 这个意思在此地 心尽则浮屠静 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们前面这三句 是敬业 纵持法